哈囉,那博盛今天幫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喜鹽塔右手邊乘客座的配置有哪些置物空間 打開的話有一個上層、中層 可以看到中層 那旁邊這邊打開呢,可以看到我們有一個12V的電源孔 上層、中層還有一個下層的開關按一下 就會我們下層的開關 有上、中、下三個開關位置可以置放東西 那旁邊是我們的杯架 那在我們的左下方這裡可以一個凹槽 可以放我們家裡的遙控器 那這是我們駕駛座旁邊乘客座的配置 它的置物空間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你可以看得到的 非常的多 那旁邊這個設計不錯 這裡有一個平台 如果你手機可以放在這裡 要充電的話線可以從這邊拉下來 那旁邊這裡有一個我們的 可以承受 3公斤重量的一個掛鉤 如果你有買便當買東西需要吊掛的話 可以把它蓋過去 按一下就會反過來了 那這是我們駕駛座 那旁邊這邊有書包架跟我們的飲料架 那門板的部分這個是皮的喔 摸起來的觸感還不錯 這個也是皮質的 那旁邊呢可以看得到 這邊可以放手機的位置 跟我們的手煞車 那這邊打開的話 一樣有一個2.1V 2.1A的USB充電孔 還有我們的12V的電源孔 那後面這裡還有一個杯架 還有一個杯架 那架子座旁邊的有我們的扶手 這台是我們1.8毫滑版的車型 1.8毫滑版的車型 我們現在看得到就是我們乘客座旁邊的配置 有三層的置物空間 旁邊有杯架 還有我們的置物空間 還有放手機 充電的位置 還有杯架的位置 那以上這個就是博勝在這邊幫各位介紹 1.8毫滑版 乘客座前面的一個置物空間的配置 在這邊跟各位做個分享 如果覺得不錯的話 記得再幫我們分享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如果說覺得喜鹽塔的車有喜歡的話 也可以私底下私訊博勝 感謝各位的觀賞 晚安了,掰掰 拜拜